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的是一点都没办法接受啊 有句话说得很好啊 因为未知所以恐惧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讨论电动车常见的问题 为即将到来的纯电移动生活做好准备吧 电动车真的都很贵吗 如果是好几年前我会跟你说 那还真的是不便宜耶 在过去电动车动辄两三百万起跳 贵在哪里 贵就贵在电池嘛 因为一台电动车要用上大量的电池 一台车的电池大概就要500公斤左右 这也是为什么电动车普遍车重都突破两吨的原因 除了电池用量很大之外 在过去几年里面 电动车在全球还是属于小众市场 小众当然也就注定了电池的高单价 当然了还有一些电池的技术 限制以及材料工程的受限等等因素 这都导致对比同类型的燃油车 电动车硬是贵上了那么一截 不过随着科技的进步 电池有了突破性的发展 原先的磷酸铁离电池呢 也逐渐的开始淘汰了 能量密度更高的三元离铁电池开始开发 除了成本逐渐降低之外 续航里程更是大幅的提升哦 而且除了过去的新能源品牌之外 各位应该也发现越来越多传统燃油车厂 开始推出纯电计划 全球电池的成本开始有了共同摊体 分母变多了 售价自然也就慢慢降低了嘛 终端的价格也会逐渐趋向合理化 这就验证了一件事情啦 要竞争啦 真的是一件好事啦 不管怎么说呢 电动车售价近来一两年 已经来到了多数人能够负担的范围 从原本电动车高不可攀 有钱人藏鲜玩具的形象 到后来两百万内 一百五十万内 一百万要不要 Man 所以你说电动车不再是有钱人的玩物 这样是没有错的 现在电动车的售价 跟同级燃油车相比 真的是越来越有竞争力了 这个问题感觉时不时就会被挖出来讨论一下 然后两派再大战一番 当然最终也不会有一个确切的标准答案嘛 原因就在于考虑到的层面真的是太广了啦 就连很多专家也是非常的头痛 不过我们可以简单的分成两个部分来看 你就会发现为什么伤脑筋了喔 第一个电动车在路上行驶的时候既不产生碳排放嘛 也没有高温的余热加具城市的热导效应 对比燃油车它不吵也不闹 不热也不燥 似乎比燃油车更讨喜更环保是吧 不过电动车真的零碳排真的环保吗 那就要看你用什么来充电 能源是怎么产生的 例如风力发电比较盛行的欧洲 绿能比例它就是比较高 那开电动车的确嘛 对环境来说比较友善 不过以台湾来说2021年全年度喔 火力发电的比例还是高达了79.6 那其次是核能占了10.8% 那么开电动车啊 或许就未必真的比燃油车环保了 可能只是将环境的污染 转嫁到某一个你看不到 也想不透的地方罢了 所以开电动车是不是真的比较环保这件事情 要考量的因素 还有条件真的是太多了啦 当然除了行驶的过程 以及能源制造的因素之外 还有碳阻机的问题 这就牵扯到电动车在制造 生产的时候对环境的影响 当然也别忘了 车辆报废之后呢 材料是不是能有效的妥善回收 以上这些都是值得研究 以及探讨的问题 不同的因素 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观点 扩及的层面太广 所以与其讨论电动车到底环不环保这个议题 作为一般普通的消费者 为什么不把电动车当成一种新时代的移动方式 好好享受呢 很多人认为电动车电池会面临老化的问题 高频率使用会导致寿命过断 而车辆报废之后电池会对环境生态都造成污染等等影响 这也是部分的人认为电动车不环保的原因啦 实际上关于电池老化的问题 它的确是存在的 目前多数的厂商大概都提供了6到8年或8到12万公里的保护条约 只要不超出这些保证范围 电池大约都还会有容量的70%的寿命保证 购买使用上也比较不用担心 而当车辆报废之后 电池其实还是可以回收拆解进行再利用 它可以用在电动人力的车上 或者是当作绿能的续电电池系统再次使用 直到电池真正寿终正寝的那一天 再转交给电池回收业者 针对电池进行分解 而且再次利用内部有价值的元素 所以并不是像很多人想象的 直接丢弃掩埋 很多人想入手电动车 就在于省油而且保养便利 没有太多的耗材 甚至呢 借由动能回收系统 刹车来电片都能省下不少 但是以下有几个点 请你注意 第一 省刹车来电片 但轮胎消耗更大 大家都知道 电动车特殊的动能回收机制 除了可以增加续航之外 也可以减少刹车的使用次数 甚至有些电动车还有单踏板模式 只需要透过油门的操作就能完成加速 减速以及刹停 非常便利 刹车皮也的确省了不少 但是别忘了电动马达零转 就有高扭力的输出特性 其实对轮胎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负担 然后试着想象一下 时速0到100公里加速只需要3秒 你的轮胎就好像装在一台超跑上 所以很多电动车车主往往贪图了爽快的加速感 却苦了轮胎 哎呦 哎呦别忘了哦 动辄两顿起跳的电动车 基本上机械停车位 也限缩了停车位的选择 第二点 电动车把燃油车的五油三水等等保养耗材 通通简化不少 这在平时对车主来说 的确很省心又很省额包 以特斯拉这个品牌来说 甚至还会告诉车主 哎你没事不要回原厂 能自己动手更换的 请你自己换一换 网路上还附有精美的动画插图在官网 哎真是佛心来着啊 但是电动车核心的三大件 电池电机电控模组 每一项都是关键性的存在 万一在充电的过程当中 不小心伤到了又或者是碰撞了 这维修起来也会是不小的代价哦 第三点 如果汽油车开到一半 真的一滴油都不剩 顶多就是去拿个空瓶嘛 去加油站买个油回来加一加 或许简单解决一下 但是这样的事情 要是发生在电动车上面 那可就尴尬了哦 电动车半路没电 不太可能拉个延长线充电嘛 对不对 只剩一条路就是叫拖车了 而且部分采用永磁马达的电动车 还需要全载拖车 轮胎不落地 为了什么 避免车辆电控模组受损嘛 当然全载拖车费用 自然就会比较高 所以要是电动车故障抛锚 甚至爆胎 拖车费用自然也会 支出高一些些 最后一点 如果你真的很喜欢电动车的话 在进入纯电生活之前 还得仔细想想未来的用车生活规划 比如家中是不是可以安装充电桩呢 住透天可能还比较好解决 但是如果你是住大楼的话 你是不是还要跟管委会讨论一下 不好意思请问一下能安装吗 另外在公共充电桩 还没有见之那么完全的情况之下 过年过节廉价出油 路上很塞很塞之外 别忘了 你充电也得塞啊 大家都挤着排队等充电 这些问题在你入手电动车之前 你要想想看 是你能接受的吗 今天跟大家聊了很多 关于电动车常见的误解 主要是希望呢 让大家更了解电动车 就目前来看 电动车一定是未来的趋势 至于你说油车比较好 还是电车比较好 我认为世界上没有一台最完美的车 但肯定有一台是最适合你的车 就跟着全云风车吧 我们的风学堂一起寻找那台 你最懂 而且也最懂你的车吧 好不好 我是一帅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 淡淡的爱上 一定要纯电车吗 一定要什么 一定要纯电车吗 汽油不行吗 趋势啊 趋势啊 挡不住啊 哎 哎呦 哎呦